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摸 今天要教你试着OBBA穿帽T的穿搭法 上期我说到帽T分两款 那么OBBA他们就有第三款的帽T了 它可以是硬它可以是软 但是它一定比较大比较长 而且它帽子很挺的 其实OBBA穿帽T的精髓 照须它的层次感 学起来帮你刺激成功 很多人都懂牛仔外套配帽T很帅 可是他们不懂 它还可以让你男友离max 一件Oversize牛仔外套 穿着你肩膀会变宽 然后再配一个假文青的眼镜 你man的那一代的萌 你觉得女生还跑得掉吗 这是一个很校园的look 想象你跟学妹一起在温习功课 它累了很自然就会靠过来 因为你肩膀这样宽很好靠的 很多爱情都是靠下靠下才开始的 过后就是靠北结束 这个look BTS的J-Hope 就有在DNA的MV里面穿过 你这样穿 讲话带点Flow 走路在自带节奏 人家会觉得你不是一个lepper 就是b-boy来的 这个搭配的秘诀 就在于他大胆的配色 你们都懂我颜值200 就是属我败条长腿 所以我选择穿短裤 清凉的来又显腿长 这look我就叫做王家的look 因为差不多已经被他trip mark了的 穿着oversize的hoodie配运动裤 然后帽子压到滴滴 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眼睛 不要让人家看到眼睛就很有杀气 很有杀气的话 你就很赢了 其实韩国的suit上就非常不适合我这种腿短能穿 因为他们喜欢穿的上衣大大件 裤子穿得松松 但是有个聪明说过 没有你不能穿的东西 只有你不会穿东西 只要你掌握F等于MC2 你what7都可以wear 所以你们都要记得 如果你上衣要穿的大件的话 你下面就要够窄 所以我选择的运动裤非常的挑 我一定挑竖脚特别高的来穿 所谓上宽下载显腿长 这种这样high fashion的搭配 就好像IKEA meatball pay jam的概念 你听起来好像蛤蜊 但是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 这整个搭配 你的外套一定要够松 一定要够大肩 一定要尝过你的帽体 只要你的比例拿捏的堆 这个look其实就很swag的 但是你要记得一个人swag不swag 讲的是气场 你要当个model就叫做什么 就是脸 所以你的脸要够厌视 只要有个厌视脸 女生也会比较放心 因为所谓的脸要厌视 赶者必吃 结论是 欧巴永远让我们觉得 他们好像乱乱打 也可以很帅 那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自己 从他们身上 我学到的是 穿搭就是要随心大胆去尝试 追求潮 不如追求穿得好看 你穿得好看 人家怎么看 都觉得你很潮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吃 看个吧吃 看你爱上我为止 也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